欢迎收看第一名的节目 第一名的分析师 欢迎您收看股市将军 台北股市间没有什么变化 没有涨没有跌 没有涨没有跌 但我们家的股票 创新高 那 诚挚的邀请各位来做这件事情 百万大作战 你要来 你要来试一次看看 人生不过如此 试一次看看 不要到最后再来后悔 我觉得人是这样子 人就是要勇于尝试 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不是只有做股票 做每一件事情 做任何每一件事情 你都要全力以赴 你都要想尽办法 你都要想尽办法去做 去尝试 去做你尝试 没有做过的事情 试试看 我知道你现在很恐慌 投资朋友 没有跌 这种盘没有跌 你都会恐慌了 那如果将来不小心跌 那你怎么办 怎么办 我希望你要做这件事情 你来试一次 我今天步调放慢一点 有些人都说 正与讲盘讲太快了 其实不是快 是我的节奏很快 我没有办法慢下来 我常常讲过的 我肩上扛这么多责任 我的步调是没有办法慢的 投资朋友 那我今天解盘 稍微讲慢一点 很多投资人 我跟政均建议 讲慢一点 不要激动 老师你不要激动 对不要激动 那我就稍微不要激动 不要激动 我不是激动 我是开心 这种盘没有涨 那我该做的 我都有做到 我请投资朋友 来做这件事情 做百万大作战 我说你先准备一下 你准备 准备来跟政均挑战一下 我们这边都是玩大的 投资朋友 那我常常跟各位投资朋友 分享就是说 你们要会挑老师 真的啦 你们要挑实实在在的 我请问投资朋友 你看这么多节目 为什么没有人测标 敢跟政均放 一样的同样的字卡 叫百分之百 实际上操作 我问这一点就够啦 我问这个就够啦 你怎么没有看到 有人写呢 投资朋友 你都看到都是很多 有没有 很多葡萄啊 测标都是一串一串串的葡萄啊 这什么这边这边涨停 这个涨停 那个涨停 那个涨停 哇好精彩喔 好多葡萄 而且那个葡萄 每天都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你可以仔细去看 那个葡萄颜色每天都会变 那你看我测标都不会变耶 你有没有发现我测标都不会变 为什么测标都不会变 不需要变 因为我跟别人不一样 我每天跟你讲内容都一样啊 我的字卡都一模一样 我每天都跟你讲这个 那你又不相信 那你又觉得这 老师你每天都讲 讲那有没有的 老师你又讲什么 别人不知道 老师你都说要买什么特定人的股票 不用等耶 真的还假的 买的股票也不用等 那为什么我的股票 等老半天他是不会上来 这里就写了 因为你买的不是这个人买的股票啊 当然你要等很久啊 你买的股票全市场都知道啊 你买的股票全市场都知道 那全市场都知道 大家都买 不是只有特定人买 是大家都买 你买的股票是 大家都知道的基本面 大家都在买 当然要等很久啊 那我说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差哪边 来我这边我看 看一样东西 我每天都讲一样的啦 没有涨 没有涨我就会先预告 甚至是公开讲 7月9号上上礼拜二 公开讲 明着讲 微软 有没有 投资朋友我请问你们一件事情 我相信你们很多 很多人在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 在这两个高点 这两个高点很多人 受了重伤 为什么 因为当时有很多人在这边推荐 那可是明明你也看得懂 你技术分析都比正均还要强 你技术分析比我还要强 这一段 这一段上升曲线 这一根长黑爪就灌下来了 那灌下来再拉上去 再拉上去 再拉上去那不是逃命吗 拉上来就是逃命啊 怎么看 我说过了 所有的关键看量 那你看量就看得出来 这边过前高 对不对 过前高 过前高量 量都跟不上 你常在看我节目 你过前高 那你量 量是下来的 叫量价背离 所以这边呢 这边没有别的动作 这边就是跑 可是我发现这边很多人在讲 这边老是人都没了 同志朋友 同志朋友 哈哈哈哈 这边下来呢 下来 下来人去楼空啊 没人要理你了 那我在哪边讲 我在这边讲 这边 我在这边讲 那我在这边讲 那我请问同志朋友 那我是不是诚挚的邀请各位来 百万大作战 对不对 那我预告 我有请你来 我说你可以准备准备什么 准备百万 就你你资因部位比较少没关系 一样 同志迈信30张 那你如果资因部位比较够的 你有两三百万 那你就用现股买进 那你资因不会少 你不要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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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九天 我九天就帮你翻倍了 我九天我就有本事帮你翻倍 而且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证据有什么 证据有什么 我有预告啊 我有预告而且我有叫你中央 为什么 我都写百万大作战不是叫你中央 不然不然不然呢 我都跟你讲龙吃买进不是中央 不然是什么 那请问呢 请问我跟别人是哪里不一样 你看政军怎么做 阿丁老师怎么做 政军怎么做 政军是不是有预告 是不是有预告 这叫有预告吧 叫有预告吧 名字讲来是什么预告 这根本不是预告呢 这是公开讲 公开讲 同志朋友 公开讲就叫做有预告 有预告 有预告 同志朋友那请问这是高档区还是低档区 这应该是低吧 这高还是低 还是说这个是低 这是高 这应该是高 这高的逃命 逃命我都刚刚跟你讲过啦 你看量就知道啦 你看量也知道有没有 对来 对来量不高嘛 那你反弹过前高量不够代表什么 这就叫反弹逃命 反弹逃命 这边早就破上升趋势线 这个长黑灌下来的时候 这长黑灌下的时候 那你就要有警觉性 因为反弹上来 如果是高手 我带你做 我一定是做做什么 同志朋友 你看我是有预告的 那我刚刚跟你讲就是说 我如果带你做 同志朋友 我不可能在这边买进 我绝对不可能在这边买进 虽然我是高手 那我是高手 我一定带你什么 我当然是不太可能叫你做空 我只是跟你讲说 最起码我可以让你避开 避开这一段 那我会在低档区请你什么 请你做什么 百万 大作战 所以政军 有预告 百万大作战就是集中火力 我又在最低的位置低档推荐 那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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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师 你看别台的 贴纸 贴纸满贴 满贴整天都在贴 我真的搞不懂为什么要贴 我真的不懂为什么要贴 你们就拿 拿出来 拿出来 不要贴 贴什么贴啊 贴就是代表此地无垠三百两 就是骗 骗 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骗 就贴起来不是骗那是什么东西啊 你有人就拿出来你干嘛你干嘛贴 贴什么贴啊 不用贴 看政军的节目我没有在贴 我没有那个小黄贴 我绝对没有那种小黄贴 政军从来都没有贴 我没有贴 我从来没有贴过任何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 或者什么台积电第二 股票只有一档啊 没有那个第二的啦 同志朋友 还在看什么第二 还在看贴子啊 同志朋友会看节目 乱射飞标 什么乱射飞标 我刚刚讲过葡萄一大串啊 每天讲的葡萄都不一样 每天的测标涨停板都不一样 那不是乱射飞标 同志朋友那不是乱射飞标 有些老师高档去又在追 同志朋友你们自己有参加过别人 麻烦你把你今天的coach拿出来 麻烦你去把你今天 我相信你们都有很多指导老师 你把你今天你的老师 买了什么股票 那你就去看 从最低的位置跟你今天买的这个位置 我们讲的那个叫距离 我都是买第一个位起账喷第一个位置 方法教过各位了 三线纠结同步向上 五日均量突破月均量的第一天 代表我们买进的股票 一定是起账的第一天 一定是起账的第一天 不要怀疑 不要怀疑 我买的股票 我们是低档买 那我们买的是叫低档 低档 低档买进 发动点的第一天 起步 开始要喷了 要喷之前我请你来 差在哪边 所以才跟你讲说 你要来啊 百万大作战 你要来啊 别人做 别人做得好开心 那你呢 那你每天在烦恼东烦恼西 老师今天台北股市开高走低 老师我看到昨天费半 费半大涨 好兴奋 很兴奋没有错 你很兴奋 很兴奋你今天追的股票 是不是又开高走低 那我昨天证据 有没有特别听 就是说 有些股票啊 你不要乱追啊 我我们再三的提醒 各位投资朋友 我说这个已经九天了 他说九天了 九天了 九天了 而且我讲的话都很不好听 我说再追啊 再追啊 再追啊 再追 再追就是你家的事情 我有跟你讲说 你有买的人用 用五日线或十日线 但请你不要用月线哦 你不要用月线来当 这个停损点 体力点在差太离谱了 你就用五日线或十日线 你听到没有 你千万不要说 老师呢我用月线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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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五日线 有买的人用五日线或十日线 这样懂不懂 但是我也跟你告诫 你要就是买在这种位置 而不是说在这种位置去追 九十几你不买 九十几块你不买 你要买一百四十几块的 你们不是都很聪明吗 买九十几的赚比较多 还是买一百四十几赚比较多 投资朋友 那包括四九六八 有没有跟你提醒 我我会再三的提醒各位投资朋友 我包括上个礼拜五 你们有没有印象 我说啊 这是一档股本才六亿的公司 六亿的公司代表 它的发行量只有六万张 那我请问投资朋友 我有没有在礼拜五 我有没有在礼拜五问你说 六亿的股本发行六万张 可是礼拜五已经有两万七千多张 我有没有跟你讲 它的周转率已经四十几% 股票满天飞 那你要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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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知道你昨天还没在 因为我昨天也请你就是说 这里已经是百万赚百万 你当初准备一百万 短短八天 这八天就可以翻升翻倍 翻升翻倍啊 投资朋友 那你翻了一倍 你一百万的成本赚了一百万 那你就不要去追嘛 投资朋友你还听不着啊 你是要叫我说几遍啊 我如果跟你说你都听不着 投资朋友 你也要考虑就是说这只股票 这样那不可以买 这当初怎么跌下来的 投资朋友 投资朋友 不要跟我讲什么转机转机 对啦 转机已经涨成这样子了 转机那你也要跟政均一样 买在这个位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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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上来要会卖啊 老师还是强势 对啊还是强势 那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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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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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两个高点耶 投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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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看量嘛 看量就看得出来啦 这边上来 那请问这边是一坨量 一坨量 谁提供的量 这个周转率四十几%呢 你不要跟我讲说转机 转机是怎样 再飞上去喔 再飞上去吗 你不要忘记它是三十几块长的耶 三十几块 你长到哪边 长到这边 等下见好就有收啊 不要忘记过去 这是过去的那种伤痛啊 不要忘记这边基本面很好啊 这边基本面也非常好 那基本面很好怎么会叠压 有没有 为什么 因为喔 因为太兴奋了 太兴奋了 通常太兴奋的时候咧 嘿就是这样子 那现在全市场咧 又在兴奋 又在兴奋 嘿 去看一下它的获利可以吗 我讲的话你们都不喜欢听 但我都有做到预告嘛 对不对 我都跟你讲嘛 你们去哪里找这种老师啊 百分之百十一操作 而且都有预告 重点是高党 我都会跟你讲 有些时候不能碰 不要追 为什么 因为我跟你站在同一边啊 我把你当自己人耶 我也可以叫你去追要关 反正你追追你家的事情 受伤是你家的事情 干我屁事啊 我讲话比较不好听 你又说我讲话比较冲 我不是比较冲 我不是比较冲耶 都是朋友 那代表你不了解我耶 你不了解我耶 你不了解我耶 我不要骗啦 你去哪里找我这种呢 我都会先跟你讲说 我要做什么事情 那我有层次的邀请各位来去 欸来你跟我们来做这件事情 叫百万大作战 百万大作战 那当然微软你错过嘛 对不对 错过啦 错过没有关系 错过你要想尽办法 你留在那里可以把它带回去啊 股票都会先帮你准备啊 你不管是留资料也好 或者是什么 会拨电话 拨电话也可以啊 拨电话也可以啊 但是重点这个叫想尽办法 因为政经会帮你挑好股票 这是哪一档 这是这一档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股票 会不会喷 先让你看一下外资 这外资很奇怪 这外资大概 现在超过一年半来 你们自己有空去看 我相信你们也知道 这是哪一档股票啦 那这个外资系统很奇怪 他一直买 他买了快两年 我没有乱讲话 你自己有空去查 你只要查到这是哪一档股票 你先去看这个外资 为什么他一直买 一直买 虽然有卖的过程当中 但是总total是买了一缸子 这档股票 他接下来 会有这些题材 但是这些题材 有些题材已经反映过了 尤其是这个题材 叫人脸辨识 这一段 这一段 涨了一倍到两倍 为什么可以快速的拉升 因为这个叫人脸辨识 那我先让你看图 我先让你看图 跟当初郑君在推荐 这个叫佳能 你们有没有印象 当初这个佳能 我也有推荐嘛 对不对 那之前他为什么会喷会飙 因为当初的数位相机也好 或者是比较那种 高阶的 有些人在玩单眼相机 单眼相机的Canon 对不对 那因为当初大家喜欢玩数位相机 玩单眼的 所以呢 所以股票才会飙啊 可是当没有要玩数位相机 他就下来了 这样懂我意思吧 那这档股票 我相信你们在什么 在桃园或者是像小港啊花莲的机场 都看得到 这是台湾喔 这是台湾喔 这是他们家做的喔 这是他们家做的喔 这个 机场看到的这个 这是他们家做的 但是这个已经叫过去了 因为已经做好了 你们现在去机场都看得到这个 你们现在去机场都看得到这个 但是这个反映在这一段 为什么 因为这一段的时候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机场将来会有出现这个东西 谁做的 他他们家做的 所以他为什么可以快速的涨一倍到两倍 因为这个 那在证券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看好的是这两块 那其中这一块喔 这个叫智慧照顾 也就是长照啦 那这个是跟谁合作 这个是跟人保 跟国内的人保 人保你们知道喔 他们跟人保有合作 那重点是我 我看好的是这一块 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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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再让你看图喔 当初正军讲 我刚跟各位报告就是说 这一段为什么会涨一倍到两倍 因为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机场 这个系统 是他们家做的 所以他才能够快速的涨一到两倍 对不对 那我让你看一下 正军看好的叫这一块 那这一块是什么 这一块其中有一项是这个 注意看喔 叫什么 这有一个人啊 这人开车 他开车睡着了 睡着了 你会发现这边有个镜头 对不对 那这个 就是在将来你睡着的时候 他会提醒各位 他会提醒你 提醒各位 来 那我先问一下 你们家的车子 有这一套系统的 来 请举个手 不管你开什么车 你开什么车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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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可以回到你家的系统 有这套吗 股票一定是标未来 就如同当初的铜制 铜制为什么可以标到595块 标到595块就开花 没有啊 为什么 因为当时候没有倒车显影 没有倒车显影 当时候是很厉害的产品 很厉害 但是你现在看到倒车显影 你会觉得他很厉害吗 这基本配备啊 基本配备啊 基本配备啊 我再问你一次 那你现在有看到这个吗 你的好朋友啊 你或者是你的亲戚好友 谁家的车子有这个系统 有没有 股票会涨什么 涨的就是未来 这样你懂不懂 那这股票我先跟投资朋友报告一下 因为目前他还是亏损的状态 但是我先跟投资朋友报告就是说 因为他的毛利非常高 这个毛利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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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你来 带回去 今天你拨电话 带回去 今天你填资料 带回去 可以吧 可以的话 请你去拨电话 那中长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我们力服台湾 放眼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都是经典 各行各业交织成产业脉络 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前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非凡商业台 从台湾放眼国际 从生活挖掘商机 从十一柱形出发 用正式的思维 掌握正确的趋势 和方向 帮各位追踪一下股票 请问有没有看过这个图 来看一下 请问有没有看过这个图 有 我都有跟你讲 我都有跟你分享 对不对 我都有跟你分享 那请问这一档股票 今天是不是持续的又创新高 它跟当时候的这个敦然很像 它们没有涨停板 但是每天都会一直创新高 创新高 创新高 这股票连续两天 连续两天都创新高 各位可以继续的追踪下去 但郑君还是希望你要来找我 我希望你来找我 我帮你规划 我可以让你速度变快一点 就我请你来做这件事情 叫什么 百万大作战 那百万大作战 郑君挑的股票都是低档区 而且是挑营收 一定是挑营收 挑你看不到的营收 所以呢 所以才有办法百万赚百万 120万的成本 可以赚133万 郑君有请你来 诚挚地要请各位来 那你还没有来 没有关系 没有来 但是你要赶快 因为全新帮你锁定 全新帮你锁定 那你自己要想尽办法 你要想尽办法 你要想尽办法来找郑君 我讲过了 因为事实上 股票这种东西 你们 每天都有机会 但是有机会 那你要来 你没有来 那其实 看没有用 看没有用 要来 那股票 这个框框是有股票的 投资朋友 这框框就是这档股票 如果你从基础分析来看 这档股票也很有趣 这档股票 因为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涨人脸辨事 那这一段涨了经过很长时间的修正 又回到原点 当它在涨这一段 又被修理的第二次 所以这档股票 后面再整理的快三个月 投资朋友 那不就是筹码被洗得一干二净吗 投资朋友 他的融资也一直往下降 筹码越来越干净 那我请问投资朋友 那如果当你还有机会的时候 那你愿不愿意 你愿不愿意再来做这件事情 因为郑君有帮你挑好股票 我帮你挑好股票 不管你是留资料也好 或者是拨电话 但是重点只有一个 你要想尽办法 你要想尽办法 我讲过人一定要去想尽办法 做你没有做过的事情 那全新帮你锁定好的股票 那郑君请你来做这件事情 就是来做我们的百万大作战 今天只要做好这件事情 还是一样 请你去拨电话 麻烦你去拨电话 把电话拨通就对了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